接下来带您来欣赏沙雕师的创作 其实在大台场底下工作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辛苦 可是其实当你如果喜欢这个行业 你根本就不会觉得辛苦 就是在大的太阳也没办法教醒你的热情 没错 大雨来雨衣一穿我们还是继续工作 没错因为大雨来的时候虽然我们没办法做细节 可是我们可以做大概的造型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下雨的这段时间 去做一些大型的制作 等到没有雨的时候再开始雕细节的地方 骑金沙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贝壳量跟石头量比较多 所以唯一比较多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地方 我们就是要每次做完还要再做一次修补 比较没办法像就是有每一刀过去就是非常的光滑平面 对然后沙雕很现实就是你里面在特别重要的地方 永远都会有一颗石头 对所以挖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可能补得回去 有时候补不回去你就会再用其他的巧思去做一些变化跟呈现 发亮的原因是因为沙子如果没有水分 就会像地上的沙子一样被风吹了就走了 所以我们会做完的时候会在外面喷一层胶 所以你看到那个光泽度其实是有点胶跟沙子做结合 呈现出来的光泽度 对它这个胶主要是为了防止沙雕里面的水分散湿 对然后跟我们可以抵抗一点点雨水 我讲的就是它的贝壳量比较多 贝壳量比较多的状态的沙子 它的附着力比较没有像其他的沙子那么好 对可是这边刚好可以做的原因就是贝壳量多 可是它的含泥量也多 所以它刚好抵消 所以做起来我觉得是蛮好做 我只是会有一些修补的地方 因为贝壳量的关系会不好补 很容易剥落或是什么 可是需要时间啊 有时间我还是可以达成 十四座特色沙雕 从四面不同的角度皆可以欣赏 无论是齿轮为主軸的最大型沙雕 或是以音乐为主的歌唱歌手 还有妈妈带着孩子开心出游 三百六十度精细的雕工都让人目不暇挟 十方新闻郭一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不愿意 有些绿色的 不愿意